今天很多女生的嘴巴 都把我惹得很毛 怎麼了 怎麼了 因為打從我一坐定下來啊 那個衣錦 她就一直跟我這樣 因為她嘴型就長那個 沒有 她刻意經營出那種你知道 你一直跟我這樣咧 你再給我叫 我覺得雪芙的嘴型很漂亮 雪芙她很放鬆 她比較成熟的嘴型 OK 是衣錦一直在跟我可惡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講話 翔哥 妳說她印象長這樣是不是 她擦以前就是這樣子 就是會有一點這樣 所以不是她刻意經營的嗎 不是 從以前看她這樣 我很放鬆 妳嘴有沒有放鬆 因為感覺她有把上唇 往上翹對不對 妳現在是放鬆的 放鬆 妳剛剛有看過那個可愛的樣子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我不是說放鬆她這樣 放鬆了 CZ 剛剛咕咕的時候 妳的臉頰有晃背嗎 有嗎 妳是不是吹吊跟我一起死 妳要比我吃得妳分別嗎 我跟妳有什麼瓜哥嗎 特地帶了一個東西來送妳 要我的鮮餅嗎 不不不 因為我就是發片了 所有的記者問我都問我說 妳小S姐丟妳筆 妳的感覺是什麼 當時妳丟她筆的動機是 當時好像是因為覺得她表情很 狡辱 狡情還什麼的吧 她今天有沒有故意變得比較自然一點 因為我覺得她今天的重點 好像不是腳不腳情的問題 而是我覺得她整個臉 好像有煥然一新耶 需要靠近一點嗎 好像這個距離就已經足以判斷了 就可能鼻樑那邊有比較就是精神一點 鼻樑症嗎 那有需要檢查或是嗎 也不用了 我怕場面太尷尬 因為她今天來好像整個人態度 也變比較放鬆妳有沒有覺得 嘴唇就比較沒有像之前那個 弄一個那個妳知道 令我想捏她的感覺 妳以前最惹怒她的那個嘴唇 我看一下是什麼 我其實也不太知道是什麼嘴唇 但我放鬆的時候大概就是這樣 再上就不高興嗎 她...她還是丟了 她真的叫咪咪嗎 我真的叫妹妹啊 沒有人真的叫咪咪吧 妳一取這個名字 不是要讓女生生氣嗎 那她們就生氣啊 所以人家陌生人 第一次叫妳的說 妳叫什麼名字 妳怎麼回答 我說我叫她新妹妹 妳叫新妹妹也就算 妳現在是叫做新咪咪耶 我好笑 妳真的洋發出那個咪的聲音耶 這樣不好嗎 好在哪裡 就妳等一下也收我錄了一下 好不好 妳就收起來 妳很不好嗎 為什麼 不是 這妳不要用說話 要注意喔 妳有被指控為吃狐狸精過嗎 因為有了陣子 我失戀的時候還滿低潮的 她是搖頭娃娃嗎 她頭一直在這樣 我那時候最好女生陪我 她只要跟她男朋友出去 我都說我也要跟 不然我好可憐喔 都沒有人陪我 然後後來就久了 久之三人心 先拿進來 我知道 要不要忘了看我自己的東西 人火妳的發音 應該是多好可憐那四個字 每一曲 每一個字 因為她不在有像說共鳴之外 她還有一點哭腔在這裡 對 就她會要回家的時候 她會說 我們現在新妹妹回家好了 然後她女朋友就會說 為什麼要先載她回家 然後男生就會說 因為她很可憐啊 她剛剛有一個字不小心 露出正面目 為什麼現在要說她回家 不是 婚掉啦 婚掉啦 婚掉 董事妳就應該說 她不要送我自己回去就好了 有啊 我就說沒關係啊 我喜歡坐捷運 雖然自己一個人坐捷運很可憐 所以妳是不是失戀中的人 會覺得說 與其讓人家也幸福 不如大家都散了算 真的好邪惡喔 我的天啊 真的嗎 會邪惡嗎 因為可以懂啊 就她看不得人家好啊 如果說是自己的好朋友 怎麼會要做這種 讓人家誤會的事情呢 可是男生就不是個好人啊 那妳不能用這種方式試探她啊 因為妳這樣同時也傷害了 自己的好朋友啊 還是說妳跟她根本不好 只是表面上的姐妹 很好 我是幫她電視好男人耶 有男人就不會這樣對我 好可憐 好可憐 新妹妹 嗨 妳幹嘛 妳幹嘛 妳是動載啊 徐希子 妳們有看到她的姿態嗎 對 她就是有一點難以控制的娃娃 有啊 不過在控制啊 幹嘛這樣啊 新妹妹 我們如果這樣主持節目 播出時間會延長很多耶 因為我們有大部分人在那邊 那我就這樣就好了 妳去妳旁邊 照片旁邊 新妹妹妳還好耶 對啊 其實還好 我就有一位女同事的 她的男朋友 也就帶好的東西 然後也常常在探班 可是你知道 探班最方便就是 披薩啦 炸雞啊什麼的啊 吃嘛 她都會特別準備另外一個 我喜歡的食物 她女朋友吃披薩跟炸雞 然後妳那邊吃 什麼燕窩粥這種東西嗎 可是因為她的女朋友 並沒有不外吃披薩 對 可是看起來就很可憐啊 她拿個披薩 然後她在那邊吃 就是我吃的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就引起就很大的誤會 那妳應該推辭對不對 我當時沒想那麼多耶 對啊 我就想 謝謝 好貼心喔這樣 然後我就吃了 然後就這樣幾次之後就 她們就翻臉了 還要不是前輩其實也應該... 對 我應該... 我很想罵她 對 有很多種 有 我一直在想慢慢做 所以我就覺得 她嘴巴先嘟才講話 我覺得 對啊 我叫前輩 是前輩要忍住 對 王凱蒂小姐 哈囉 妳好 嗨 凱蒂小姐 怎麼辦呢 就是可能 像Makio已經不認識妳對不對 我不認識妳了 凱蒂 對啊 對啊 不能錄像阿姨嗎 不是 就是比較 還沒 大媽在旁邊 可是問題是妳本來是誰啊 廣播節目主題 VJ... VJ音樂節目 對 然後去哪裡了 去紐約念書 會不會感覺很害怕 有一點 因為這邊的妹妹們 可能沒有見過妳耶 有啦 她們看過我 你們認識嗎 有 她們比較有在追蹤 對 對 我們就一直看見我們小事 不會再出現的故事 對 對 對 她才發現是沒嘗試了 可以 那我想請問小意思就是 從名校念書回來的人 跟家裡很有錢的人 哪一種人比較讓妳不高興 Bose Bose 用吧 就是錢妳也很多了 所以妳應該沒有再不高興有錢人 有錢人 因為接觸多了 其實發現其實正常人還滿多的 可是有些名校回來 然後腔調過度矯情的 我還是會有一點生氣 我剛才在那個錄影前 偷聽他們聊天 我就還滿想掐其中一位 因為他們其中一就問另外一個說 那妳讀的是什麼東西 學校 他說 然後她聊什麼時候 她說 妳知道為什麼 妳知道為什麼 然後又不知道 像她女兒 她女兒好像聽說是唸那個什麼的 好像是唸比較好 你知道兒很那個兒 我知道 維琳妳真的有勇氣 妳有沒有看她表情 什麼事... 我看妳有沒有看她表情 她該先看一下照片 然後轉回來再這樣 妳有沒有看到她上成在幹嘛 好看到 可是妳可不可以不要這樣看到鬼一樣 妳看到底還可以不講出來 妳怎麼忍受得了女明星啊 我怎麼了 妳好像是第一次來耶 我覺得要做比較好客氣 我有怎麼了嗎 妳上唇偷用力啊 妳看看 不是 再來一次喔 等一下就是 其實我嘴巴是我最大的缺陷 因為我嘴巴如果 沒有緊緊的閉起來的話 看起來就是 就像在嘟嘴 不是 我沒有緊緊的閉起來的話 是閉...閉不起來的 所以妳一放鬆 嘴巴就會嘟起來 像... 所以妳是說 妳剛才沒有刻意用力 她本來就是會這樣撅起來嗎 因為如果我一直嘴巴都張開的話 看起來還滿笨的 妳不覺得嗎 S我覺得 雖然她沒講完一句話 妳都向她頂嘴 對 妳...妳活不活 因為她開始在講 前面第一句話說 如果... 她停在這邊 她如果我停好久耶 然後她說這樣 不是滿笨的嗎 妳會想說 是啊... 不好意思講 因為攝影師是外國人 然後攝影師交代的動作 我都做不好 因為... 她要我腿看起來非常清楚 妳有在國外讀書過嗎 No 馬可怡妳有想揍她嗎 那是因為妳嫉妒我 我的這種話就好 因為... 那還不說說我還是人嗎 到底妳不化妝的時候 妳自己覺得好不好看 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有落差 OK 妳以為我沒有聽說妳乾淨嘴巴嗎 不要 妳很閒氣人家嘟嘴對不對 我剛剛那是什麼啊 你們有看到嗎 對 我也不知道